据统计 2023年 越南货物进出口额约达6830亿美元 同比下降6.6% 然而 2024年前2月 越南进出口开始实现复苏 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前2月 货物进出口额约达1140亿美元 同比增长18.6% 货物贸易顺差47.2亿美元 行内专家分析说 2023年 因货物库存量太多 美国企业削减越南制造订单量 但由于美国企业库存量已下降 该趋势将停止 2024年1月 随着出口订单复苏 越南货物库存量也大幅下降 采购经理指数 在连续4个月下降后首次复苏到50 成为推动越南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动员 生产增加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也随之增加 大力助推对消费增长 消费继续成为货物生产 经营和服务等行业增长的动力 2024年前2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服务收入 同比增长8.1% 值得一提的是 出口 生产和消费 对证券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2024年前2月 更多资金流入越南证券市场 从此可见 出口和生产恢复增长 正成为畅通循环周 增强经济健康的良好兆头 此外 流入越南的外商资金 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表明投资者对越南经济潜力充满信心 截至2月20日 流入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资资金 达近42.9亿美元 同比增长38.6% 希望在整个政治系统 人民和企业 特别是银行系统 信贷组织等的同心协力下 2024年我国经济将恢复高增长势头 实现各突破口 完成越共13大所提出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